今日话题由奔赴赞助播出 请上painfuls.com 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礼心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一个星期之前 上上星期五了 对 他做了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其实对在全美国的女性 尤其是要做这个室管 就是体外受孕 室管婴儿的这些女性来说 影响挺大的 尽管他们的这个案子 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狭窄 只适用于三例 就是提出诉讼的这三对夫妻 但是就担心其他的州 比较保守的州呢 有可能会采用这个先例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这次裁决 它到底是针对什么 以及为什么 它的这个意义啊 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 这次裁决呢 我们看到的也是当然报道很多 但是这个报道当中呢 它由于报道的这个侧面不同 会造成一些误解 这个误解是什么呢 这个误解是这样的 是说阿拉巴马州认为 胚胎是人 是这么一个误解 所以从此以后 如果你毁掉了胚胎 就等于你杀了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隐身的 比较远的一个结论 这并不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实际的裁决 但是它却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影响 这对于在美国堕胎大战当中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炸弹 它回到了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当卵子和精子结合的那一秒钟 不管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 它是不是一个人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 这个结合起来的东西 英文叫embryo 中文叫胚胎 它享受不享受 一个生出来的人那样的权利 这个人生出来了 我抱在怀里 那一秒钟 他有很多的很多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那个胚胎有没有这个权利 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 这是一个生理科学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是一个个人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财务啊等等 还花费啊等等 和个人的选择的问题 同时它也是一个逻辑问题 为什么说是逻辑问题呢 因为你要是了解美国的堕胎大战 你就知道反堕胎的人 他有一个叫做逻辑逆向推理 这个逆向推理是什么 我给大家推一下 说这孩子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几秒 生出来了抱在怀里了 他是一个人吗 是 那么他生出来的前五分钟 他是人吗 是 对不对 再往前推 那头一个月呢 他又有头啊 又有心脏 又有四肢 是 再往前 再往后推两个月呢 就这样的 叫逆向推 那么我问你 反堕胎的人说 你把这个推到什么时候 他就不是人了呢 因为你当你推到那一点 说他不是人的时候 一个不是人的东西怎么会变成人呢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从逻辑的角度讲 先不管那些宗教哲学 那其他的所谓哲学问题 就是当提到这个东西也好 这个生物也好 实际上有没有权力的时候 这立刻上升到一个哲学的角度来 这又是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大面积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讨论当中 那个逻辑的推理呢 也有一个反的 这就是认为堕胎合理的那些人 也有一个经常使用的逻辑推理 叫做开水逻辑 就是一个滚开的水 滚烫的水烧开了在炉子上 随便你用什么温度 100度还是多少度 它是不是开水 是 那么在它烧开的前五秒钟 是不是开水 你就是又往后推 推到最后 当它是一锅凉水的时候 它是不是开水 那当然肯定不是 这我手可以伸进去 它是凉水 但是它会不会变成开水 会 但是这里面的逻辑 这两方面的逻辑当中 有没有任何的瑕疵 有没有错误的类比等等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 自己去琢磨去吧 但是我们今天就先从 一个案例讲起 这个案例就是 三个女的或者三个家庭 三对夫妻 他们在告些什么东西 然后 这个州的最高法院 它的裁决是什么 不要听错了 这个裁决 不像有些报道说的那样 他简单说 这个三对夫妻 他们是做体外受精的 然后都顺利的产下了 这个婴儿 那照理说 没事了 这个成功了 不是 一般来说 如果你了解体外受精的话 这个女性 想要体外受精的话 他不可能一次成功 有很多情况之下 一次是成功不了的 所以他会服用一些药 让他多排几个卵 然后这个卵子 就是要 就是不止一个卵子受精 所以就有了 就有了胚胎 那么这些胚胎 有的就放到了 移植到了母体之内 移植到了子宫之内 然后让他受孕 然后就生下孩子 听说现在的法律说只能放一个 有的是放 因为他不想放很多 生多了以后 会就是一下都生出来了 又产生新的麻烦 他就要摘掉 摘掉那些不是特别健康的 留一个最好的 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做法 就是各个州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放一个进去 因为放一个进去 如果这个不成 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不好的话 那你孩子把这个拿掉以后 重新再弄 一般都是放几个 我不知道放几个是合适的 但是医生会告诉你 然后放了以后 如果你想要双胞胎 那也很容易获得双胞胎三胞胎 但是有的只要一个的话 那他显然就可以选择 那个最健康的 发育最成熟最好的 那个这个胚胎 那就让他变成 就是生出来了 那么那你多出来的这些胚胎怎么办呢 或者是卵子怎么办呢 他就要放到那个保管中心啊 你在家里头自己的冰箱里头 那不行啊 对吧 你必须要到这个 就是升职中心 人家有一个恒温的 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 放这个胚胎的这个冰箱 但是呢 这个官司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 有一个家伙呢 居然闯到了 没有锁的 就是这个门卫不严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升职中心 他就打开了这个冰箱 然后他去拿了两管 那个胚胎 他放到里头胚胎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温度比较低 所以呢 他我是不知道 我看这个报道呢 是说因为他手一抖 或者冻僵了 或者怎么回事 反正不小心呢 这样胚胎就掉到地上 那在市管里头 那肯定 掉到地上摔碎了 就死 这胚胎就死了 对 死了以后 那这个 人家保管胚胎的 那三对夫妻不满意了 就把这个升职中心 告到法庭上去了 告到法庭上去 要求除了赔偿之外 还要求叫做 惩罚性的赔偿 原因就是说 你把我孩子弄死了 对 你杀人了 于是这个生育中心 当然不服气 就这个 这个就打到官司上了 你光是赔偿一个 这个胚胎的话 可能合约上有血 但是问题 当这涉及到 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那就变成无价了 那有可能 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这是损失性赔偿 怎么赔呢 惩罚性的赔偿 怎么赔呢 所以这个官司就一直打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 先是在地方法院 下级法院呢 法官裁决说 你这说法不成立 他是胚胎 他没有在母亲的子宫里头 也没有符合阿拉巴马州那个六个月的心跳法律 所以呢 这不能算是叫做人类 但是最高法院以8比1的投票结果 把这个案子拍回去了 对 说是这个 按照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平等保护法 一个胚胎 不管他是在母体的体内还是体外 只要是胚胎 他就是应该享受平等待遇 平等保护 他就应该被视为是一个和人类的胎儿 或者是儿童同等待遇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所以他把这个案子拍到回到这个地方法院 给我重新审理 这就是裁决的精髓 他不是说行了 谁对谁错完了 回去我已经裁决了 没有 他没裁决谁对谁错 他的裁决就是可以继续审理就完了 那么继续审理那不就是什么陪审团 就这一套 最后的结果 那个胚胎中心可能胜诉 是不是这情况 但是最高法院他拍回去 让你重新审理 已经表达他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就是没错 他的意思就是他要视为人类的儿童 或者是人类的胎儿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重新审理了 那么重新审理以后肯定与方拜 不管是谁拜 那么他们就会上诉 所以有没有可能上到最高法院 不排除 完全有可能 那可就问题大了 因为就现在的最高法院的构成 当他们拍板 说那个室管里的那个胚胎 是人还是不是人的时候 就没得上诉了 那么稍等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一看 美国大概有多少的人 有这样的情况 欢迎您记住听 有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 是上上星期五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 做出来的一个有关于 胚胎的事情 人工受孕的胚胎 在生育中心里面 冰箱里头 那他的损坏 到底是不是等于是谋杀 一个生命 这个做出这么一个裁决来 那这个裁决影响蛮深远的 所谓的影响深远 就是他对这个 就是人类的生育中心 有很多美国的家庭 他们需要用人工生育的办法 用医疗治疗的办法 来帮助自己怀孕 然后生孩子 在美国大概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据说在根据现在的数字统计 在美国男性有9% 女性有11% 是属于医疗上的 这个叫做不孕 有不孕症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必须要依靠 医生的帮助 然后在体外受精 最后怀孕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问题来了是什么呢 是现在在阿拉巴马州 包括伯明汉大学的诊所啊什么的 至少有三个比较主要的医疗机构啊 在上个星期二星期三 分布宣布 他们暂停人工受精 保管这个人工胚胎的这一类业务了 就是冷冻业务 冷冻卵子保存什么的 这个我完全不做了 原因就是说他要评估最高法院做这个裁决 对诊所来说 对做手术或者是治疗的医生来说 以及对病患来说 都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的风险 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不要说你存了三个这个冷冻的胚胎 在我的这个生育中心 我收取每年收取一个挺低的费用 就到时候要销毁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算不算杀人罪啊 这我们诊所是不是要承担这方面的风险呢 他说我在没有做出评估之前 对不起我先停止做这个业务 那总可以吧 对这个呢会对阿拉巴马州的人口的生育 会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他的人口呢 如果执行这个法律的话 那么就会慢慢的减少 因为刚才说的那些人数啊 确切的换成具体的人呢 就是在美国的各个生育中心的冷冻设备当中 冷冻的已经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 这样的已经形成胚胎的 这样的胚胎有多少呢 一百万 那么也就是按照这个理论说 有一百万个人在那动着呢 你可以理解为这样子 那刚才已经简单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选择把她的胚胎给冷冻起来 因为一个女性呢 她可能是趁着自己在某一个年龄的时候 先冷冻起来 胚胎 因为我现在因为种种原因 我先不想生孩子 这是有更多的是什么情况呢 是有病比如说癌症啊什么之类的 那么我赶紧把我这个胚胎给冷冻起来 还有当然有另外的一个很大的族群 大家可想而知 那就是同性恋人 两个女的两个男的或者怎么样 他至少是那么两个男的就有代孕的问题了 那就不管他了 我现在就说假如是两个女的的话 那么他俩当中有一个就可以怀嘛 对不对 怀这个他们俩人当中选择那个最有可能怀的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冷冻胚胎的另外一个重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研究有没有叫遗传性的疾病 他用这个胚胎呢来看 因为尤其是说某一个人家里说 哎呀我妈妈死于什么癌症啊 我爸爸是得了什么癌症 那么这个胚胎就用在做这个研究 还记得当时小布尔做总统说对于干细胞的挑战嘛 对不对 他根本就不允许去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干细胞 他说你那就等于是拿着活人在那研究 所以干细胞他都不让去研究 就更不要说胚胎 那这个胚胎来说就绝对是人啊 这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每年的保养费呢 或者是保管费500到1000美元不等 你说他高吧 他不高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挺高的 而且不要忘了 这个试管婴儿的整个的过程叫IVF啊 他不便宜啊 对不对 不是说保管那500到1000呢 是从我这个试管里把它 精子和卵子结合到植入到母体 他生孩子 整个这个过程不便宜 这个对低收入的家庭 也是不小的影响啊 对 这个而且很多一般的这个医疗保险呢 他都不cover这个费用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是要自己付的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行业有一些医疗保险呢 特殊保险呢 他是cover一部分的 所以这个要端看你是什么样的医疗保险来定 所以呢 这个事情啊 就是现在反正在美国的其他的州里头 包括民主党 包括共和党 很多人呢 都现在纷纷的先和这个东西保持距离 就是最高法院 就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这个裁决保持距离 包括川普 他也不赞成 他说赶快要制定一个新的法律 在阿拉巴马州看看可不可以弄一个修宪 就是说川普不赞成胚胎就是人 对 他不赞成这个 享有一个婴儿一样的权利 对 所以呢 他希望阿拉巴马州的参众两院啊 看看能不能够紧急讨论一个方案出来 就是把这个问题从他刚才所说的平等保护 或者说未成年人死亡保护法 从把这个里头摘出来 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工的受孕 体外的这个受孕 这个还是属于合法的 他基本上是采取这个立场 那么到了最高法院 当然最高法院可以受理 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最高法院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结这个案子 原因就是说 当Role vs Wade被最高法院说 不应该在联邦层面来规定这个堕胎 全部一律同仁是可以还是合适合法还是不合法 你们各州决定去 那现在这个问题有可能最高法院也踢到各州去 说既然你是各个州来决定生育的问题 对不起 那你也自己决定吧 那如果踢回到 他不受理 踢回到阿拉巴马州 那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这个裁决 就等于是最终裁决了 haar侠决定浑 第二天 18》 这是很低一 看一下 对不起 我们下午ixe 詳 правда